接著帶您回顧流行音樂歷史 1969年當年美國的反戰文化 嬉皮未為風潮 那紐約是舉辦了胡適托音樂節 在四天之內湧盡了超過四十萬人潮 共同寫下搖滾樂的經典時刻 而這一場社會 這個星期即將屆滿五十週年 里安2009年推出的電影 胡適托風波 重現了1969年8月15到17號間 在紐約州貝塞爾小鎮上 由四十五萬人 共同譜寫的音樂季盛況 當年才二十歲的尼克和巴比 也沒有錯過這場盛宴 留下了這張 裹著棉被相擁的經典照片 當這張照片登上 胡適托紀念唱片封面時 兩人簡直不敢置信 尼克和巴比雖然對那一刻 沒留下什麼印象 但他們記得 那是個星期天早晨 胡適托音樂節碰上大雨 地面凝凝不堪 一早醒來想喝杯熱咖啡 卻找不到 不過只要一個擁抱 一切都能釋懷 兩年後這對戀人結婚了 親吻擁抱的習慣 五十年來沒有改變 這對胡適托情侶 五十年後來到當年音樂祭舉辦的山坡上 重演愛的抱抱 雖然今年預定要舉辦的五十周年紀念活動 因為籌備過程諸事不順 無法在原地登場 但他們希望當年胡適托音樂節 也倡導的愛與和平的理念 能夠繼續長長久久 記者就昏迷不到